东风这里面来 从去年啊 我就知道这里有个螃蟹洞有这么大 只不定这里面有一只五六斤的螃蟹 这里是一个拆迁的养殖场的砸孔 它这里在等着这拆迁会被挖地有挖掉 我们今天带了高科技来的 让螃蟹体验到高科技的快乐 挺脆的 肯定有不少网友这时候是在骂 说我们道德连着什么防洪排水搭的户 哇再强调一下这里是拆迁了 拆迁了拆迁了 不给养殖了 不给养殖了 这种洞有没有机会 一个洞给我们挖个三五只出来 拆迁了 拆迁了五六只的 有可能哦 这下面拆迁复杂的哦 啊 看一下万一就在这 这有个洞弄进去的 好深啊 这时候来了新问题的 我们在这里倒倒倒倒倒倒倒了一个小时多 我刨开了 发现洞往这边走 洞通到外面来了 通到这里来了 这不就搞笑了吗 这螃蟹是蹲着来的吗 过来搞笑的吗 从这边挖 我去 我要早知道 存在这里 我早就给它拔了 哎 太到你 哦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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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上面的土塌了 这大块一点不得吃习了 差一点 没事你别怕 我还在呢 我会通知你家的 是吧 太好了 大大的好的 没摸到 有个洞偏在那边 又偏进来了 哦 没油了 这要不抓一只五斤 出来都亏了 现在的欲哭呀 丢 我去 还有意外收获 先撸他一条鱼再说 那螃蟹躲在哪个角落 我现在还帮不到 但是我先扣一条鱼再说 两块 两块 我都听成那个声音了 还带撒音了 我只抓住了他三分之一的尾巴 扣不出来 这条鱼不小 他把里面刺撑开了之后 卡在那里 大家都得不出来 真是奇怪了 这鱼多这么深 扣不出来 扣个高 这鱼估计钻到这下面去了 今天这就尴尬了 螃蟹也抓不出来呀 鱼也跑了 这不是亏了 还在 我拽它一点点它就往里面挣扎 咋塞呀 什么鱼 好凉快 我感觉你不是在抓云在泡泡水 这条鱼估计鱼林被我扣弯弯的 鱼 好大一条 什么鱼 我的天啊 来来来来 静静静静静静干's 哇 哇 那这类弹 扣螃蟹扣到那条死板 哇 是不是以前我们的那些那些烂炸口 是不是都没这样探过 没有 从来不敢这么想 想都不敢想 哎 给我洗一下 这是什么板 老五斑吧 你知道我在下面我扣住了一个尾巴 我一直以为是一条黄翅还是什么的 然后它在里面榨塞 没在石头粪里面摸过鱼的人 它不懂 尤其是海鱼石斑 它把嘴巴一撑开 我这样摸个尾巴 怎么拽都拽不出来 小转一笔 螃蟹马上来 有可能能摸大的 然后掏一下 如果能掏到这只螃蟹今天有口福了 晚上请它吃石斑鱼 这里面找这么多小白虾 难怪石斑鱼爱住这里 哎呦 能够到它一点点钳子 我害怕呀 不要怕 你安静 你越野鸡 我害怕 那个钳子有着 这个笔画是你的抓理 我一般跟他们出去钓鱼 都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有大鱼 用挪位置了 你用挪位置了 在这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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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我都钩子了 听到蹦一下闲没有 哼啦哼啦的 来了 怎么样 够完美不 建议 距离四五斤有误差 但是今天有意外收获 那条鱼 一斤多 两斤 没有两斤 一斤大一斤半多 很大这只螃蟹 回去了 头一次在洞里面挖出石斑鱼 原来都是我们在水沟里面摸的 小小鸽 这条石斑鱼可以 老虎斑 这只螃蟹更可以 哈 至少